主席我們請部長 好 我們請林部長 謝謝 委員好 部長早 我今天要問你長照的部分 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個長照十年2.0 這個是蔡總統的政見 那其實我們最近在衛福部的這個網站上面 其實也正式看到這樣的一個名詞 不過這個實質的內容還沒有去談到 那我想要問一下這個計畫的規劃 已經做到什麼樣的程度了 那在6月 之前是有說6月份的時候會成立這個長照推動小組 現在成立了嗎 對 這個行政院已經成立長照推動小組 那明天下午會開會 明天下午開會 對 這個2.0的規劃 是會拿到明天的推動小組會議去做報告 好 那所以現在規劃的這個完成度大概有幾% 規劃基本上是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報告裡面是已經是 就是擷取出來的重點了 是 是 好 那我其實今天看到這個報告的內容 其實我是認為還不是很具體喔 因為他還是比較概略性的去提到 其實實質的內容比較沒有去講 好 那就講到簡單的目標策略跟這個效益的部分喔 那我現在就要問說 未來這10年我們可能要動用可能3到4千億左右的這個預算 那我想要問說 今年這個規劃確定會定案 明年確定會實施嗎 這個已經明天會送到這個推動小組討論 討論以後會應當會做修正啦 因為可能委員會有意見 那做修正之後我們要早一點來公告實施 所以現在有沒有確定說你們預計公告實施的事件了 可能要看這個討論的情況 所以你們心裡面還沒有一個時間表 沒有一個底 這個原則上當然是越早越好 那最好是明年就開始實施 希望明年開始實施喔 好因為這一個長照10年2.0喔 當時候蔡總統他的政見喔 他是說要提供一個 付得起用得上 溫馨而人性的一個長照體系喔 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的好 非常的覺得好像對人家感覺就很溫馨的感覺喔 那我想要問一下喔 就你們現在的規劃 因為實際的規劃內容 只有衛福部相關的人員知道 好那這樣的一個規劃喔 你們認為說這樣的一個規劃要去推動喔 剛剛講到要溫馨而人性喔 你們認為說要多少的一個預算跟費用 今年我們向主計總處所提出明年度的預算是207億 所以你們覺得200億就可以做到 這溫馨而人性的一個服務 初步的規劃 我們一年一年的增加 一年一年增加 好那因為我們現在看這樣的預算 之前是說大概要300億 300出頭億 那因為我們大家去看一下 國發會的一個推估喔 他有講到說 國內的一個失能的人口 大概是76萬 那65歲以上的失能的人口大概是46萬 好那因為我把這個預算 我本來有拉的比較寬喔 我把它大概預設在想說在400億左右 好300多到400億左右 那我就拿這個金額來算 如果我們把這個 46萬的65歲的老人的失能人口放進來的話 我們去算喔 其實一年裡面每個人 每天他的一個服務費用 我們算了一下大概是238塊 那如果我們把這76萬的失能的人口都放進來的話 每人每天的一個費用大概是144塊 那部長你覺得說如果是 我剛剛已經用比較寬鬆的預算來算這個數字喔 你覺得一天200塊左右的這個費用 有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溫馨而人性的一個服務 對在這個健康2.0裡面呢 我們有個希望 我們希望這個跟北歐一樣 就是臨終前 臥病的 臥床的時間盡量縮短 我們目前是7年 那北歐他們的目標當然是說 下到兩個禮拜啦 所以我們盡量往這個方向來 就是往前 那往後呢也是要做一個跟醫療的做適度的結合 好 所以你認為說把這時間縮短 那他可以享用到的這個費用可能就會變多啦 我的這樣理解應該沒有錯齁 好 那 就盡量往前端的預防 好 那我想這個目標要達成應該也需要一點時間 那但是我在想說如果現在是用200億左右的預算 要達到就是一個溫馨而人性的這個 這個蔡總統的一個目標 我覺得還是可能會有一點難度啦 所以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其實這個長照10年這個計畫 過去的一個推動其實都不是很理想 我們也不好意思說他是失敗啦 但是實際上應該是沒有算成功啦 那其實最大的問題應該是說 除了政府比較消極 沒有很積極之外 當然另外一點就是說錢沒有到位 因為之前本來是預估10年要編817億 但是呢最後呢只八年只編了大概200億左右 所以一年大概是30億喔 那我現在當然用1.0去看2.0的時候 當然就會有點害怕 如果未來還是沒有太大的改善的話 是不是說我們2.0又會失敗 那是現在我覺得最大的問題當然就是裁員的問題 那每年要逐漸增加嘛 那裁員的問題我們不能找到一個穩定的裁員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你錢找到之後有沒有辦法妥善的去運用這一筆錢 好這是我的一個問題 來部長 那裁員呢目前的規劃是指定裁員 專款專用 所以我們一定會妥善來運用這些有限的這個很寶貴的資源 好來部長我問一個比較具體的喔 因為剛剛這樣回答其實大家也聽不懂 比如說今年喔你們的編的預算喔 在這個居家服務員喔 居服務員的部分就編了99億嘛 將近100億 好那其實今年的長照整體的預算喔 也才51億 那在去年104年年底的時候 統計居服務員也只有9000個人 好那你今年你的這個下一個年度 如果說這個居服務員你要編 居家服務你要編到99億的話喔 你去哪裡找這些居服務員 好這個部分我可以請簡書長細部來看 跟委員報告喔 因為基本上第一個是現在的服務的那個 怎麼樣去增加它 應該講說這個99億裡面會含到 擴大的服務對象的一些相關的經費在裡面喔 那這服務的對象包括那個失智的 輕度的50歲以上失智的這個照顧的失智症者 還有一些是家庭照顧者 然後還有49歲以下的身心障礙的失能的 這個對象喔 那還有就是平地的原住民55歲以上 所以當然這個委員關心的是說 那照顧人力怎麼來充實嘛 那這個裡面有很多的策略 就是譬如說我們怎麼樣去 因為它的原因大概就是待遇比較低嘛 那我們怎麼樣去提高它的一些待遇跟福利 那我順便問一下喔 之前我們一直在提的說 未來居服務員會以月薪3萬元來做規劃 那在這個2.0的部分有沒有這個具體的 我們是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然後看這個相關的裁員 我們怎麼樣去做一個最好的搭配 努力 那所以我明年可以看到這個成果嗎 當然這個99億裡面就有寒到說 怎麼樣去提升他們的一些待遇福利的經費 不過也要看我們爭取經費的狀況 好當然啦 因為我覺得機身蛋蛋生機 如果你今天沒有提高這樣的一個就是薪資喔 其實你要讓人進來是很困難的喔 那你人沒有進來 其實你要擴充你這個服務量 其實就有非常大的一個問題啦 那你要達到你這個99億的這個服務喔 其實我覺得是還是會有很大的一個困難喔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喔 這個服務量能這個人力有的一個薪資的部分喔 一定要往這個3萬塊這部分去努力 我也希望明年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成果喔 那再來就是我要問的是長照機構的管理喔 因為其實7月6號發生了這個熱火的這個老人 長照中心的一個大火喔 他造成6個人的死亡 28個人的一個就是受傷喔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力不足 照他的一個人力來講的話 他應該是白天要配置1比5的一個人力 就是他42個一個老人的一個數量的話 他要至少要配8個人 但是實際上只有3個一個外籍看護工喔 所以他人力是很有問題的 好但是呢這個機構呢 他在101年跟104年 他的一個評鑑 他在新北市的評鑑 他都是假機的 那我就要問說喔 現在社家署其實也有這個老人福利機構的一個評鑑專區喔 現在的這個長照機構的一個 評鑑的一個責任 到底是衛福部還是說地方政府 跟委員報告他這一家是小型機構 那小型機構的評鑑通通都在地方政府 所以大型的才貴衛福部 那譬如財團法案全國性的這種才會到衛福部 好因為其實我們一直在講評鑑喔 但是發生事情之後就變成黑心的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除了定期的評鑑之外 我們有沒有做一些常態的一個機查 或不定時的一個抽查 有我們都要求地方政府至少每年至少一次的不定期 無預警的聯合機查 所謂聯合機查就是聯合設政 衛政 公安 消防 監管等等單位一起去看 那也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整體機構的那個公共安全的管理是能夠維護的 好因為這個這件事情其實也衍生出來一個問題 就是這種老人的一個長照機構他到底可以設在幾樓 這個其實應該大家都有這個討論啦 那因為有一些外界的聲音是說 因為老人他通常行動非常不方便 那尤其是住在這種機構的 所以希望說不要 就是可能都盡可能在一樓 他在移動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就像幼稚園他不能超過三樓 因為小朋友要跑不快 那所以這個部分喔 就是社家署這邊有沒有想往這個方向去推動 只能設在一樓這個問題 有關那個老人或身障等 比較行動不方便的這些的機構 要不要限制他的樓層設計 那這個曾經在我們的設立標準裡面 有人提出來也做過討論 那目前還沒有共識 那我們接下來因為社標還在延商當中 我們還會再繼續討論 好因為如果這真的是一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需要去重視 那以上 謝謝委員 好我們謝謝洪資源委員 那